央视版《水壶传》前面看得让人热血沸腾,后面却看得很难受,宋江的行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 在这半电视剧里,有很多镜头不忍心多看,这些镜头里,有的惨烈,有的悲伤,先说一个很压抑的镜头,这就是林冲之死。 这一版虽然对林冲的结局做了巨大改编,和原主不一样,但是改得很好,把林冲的悲剧拍得很好,下面这个镜头就是林冲击凉的结局,外面很热闹。 而林冲一个人在屋子里还恨死去,堂堂抱子投进这般结局,让人无限感慨,这版《水壶传》最后几季非常惨,首先就是张摄的死,想从水中逃生,但是在水里被剑射中,然后被强行拉起来,截针截宝爬山崖的结局也很惨,特别是自己砍断绳子的镜头,很悲壮。 护三娘和王英这对夫妻死在了一起,被马歹的镜头很震撼,这里必须提一下,郑爽饰演的护三娘真是好,英子发爽很有风采,武松断闭的镜头还记得吗? 青蛮帮蜡也是武松最后的爆发了,值得一级的是这板丁海峰饰演的武松不带外形威猛,而且很有豪气,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最好武松。 最后武松弹破一切,进入寺庙的镜头也是意味深长,还有观众们喜欢的阮家三兄弟,他们的结局也不好。 两位哥哥用命保护住了阮小七,下面这个镜头就非常伤感,阮小七年无表情,抱着两位哥哥的骨灰,再结合画面里的字幕,整个镜头无比悲伤。 剧中还有,葛颂将在大雨中发呆的镜头,真的是血流成河,水浒传的后面部分,看得人心里很不适滋味,最后无用的结局更加悲伤。 导演用了第一人视角,像观众看到昔日法华的梁山伯已经腐败不堪,无用也在绝望中选择了自尽,这一版水浒传拍得很好,无论悲伤还是惨烈,都拍得让人难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